不少机会 包括了本土大型卖场大润发 看好南部的市场 4月底将在高雄县的凤山开分店 第一波释出220个职缺 马上就吸引了上千人 投履历来应征 另外齐美集团也确定要 进驻陆竹科学园区 再加上一大世界观光饭店 全部有5000多个工作机会 对降低高雄地区的失业率 应该会有帮助 周一开工第一天 评价卖场大润发就举办征裁 原本在前证工业区就业的魏先生 已经三年找不到工作 虽然之前没有相关工作经验 还是来试一试 从前年到这三年多 三年多 那这次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都是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那今天的职缺你买不买一样 可以 能录取就录取 不能录取就在找而已 有人抱着姑且一世的态度 不过现场也出现不少积极的转职者 看好大型卖场的经营潜力 想换更好的工作 重点就是客人的态度 对客人的态度这样子 相信这个是大公司 应该还蛮不错的制度 都平均有在大专以上 那年龄层都有普遍的往下降 很惊艳 在南部 大家在那个能力上面 职能上面 其实都算是相当优秀 在北台湾分店众多的大润发 预定四月底 高雄县第一家分店 要在凤山开幕 初期总共释出220个职缺 来为求职者打气的高雄县长 杨秋新也宣布 齐美集团将正式进驻 陆竹科学园区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求职博览会 要跟大家一起拼经济 一大世界大概3000个 齐美在高科的话 大概有一两千个 所以这样加起来 大概会有五六千位的救援机会 大型企业接连进驻大高雄 期望让民众求职有更多选择 也连带降低南部地区的失业率 记者周芳孟昭全高雄报道 请'll see where are you 感谢观看